石门区的共餐据点原本使用的桌子是一般常见的折叠桌 不但重量重,打桌子需要两人协力 开盒转弯处的铁架还可能会夹到手,很不方便 今年区公所引进了新的仙盒桌 开桌收桌都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还有个轮可以快速移动,便利又有效率 让引法共餐意愿更高,吃饭联谊时间也变多了 石门区的共餐几乎每天都有 为了要让共餐对于长辈而言是更加的方便 区公所常常在改善共餐据点的不便利性 近来春节结束,各大共餐据点都在办理新年度第一次的共餐 而区公所也趁着新春之际 将原本共餐使用又重又会假手的折叠桌 全都换成油滚轮的仙盒桌 让长辈共餐前部制变得好轻松 现在石门区这边共餐活动很蓬勃的发展 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以前我们传统的桌子需要两个人搬 安装上还有搬运上都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经过我们在市面上搜寻 我们就找到说有这种仙盒桌 其实蛮方便的 它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就可以固定搬运 一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场地都布置好 这样子让我们志工 还有我们这些参与共餐的老人家都很轻松方便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小的地方替他们着想 让我们的共餐可以办得越来越好 那参加的人都轻松方便 可以见到新的仙盒桌是站立摆放 而旧有的折叠桌平放堆高 要使用都必须两人以上才能完成开盒的动作 相对的新的折盒桌移动完全依靠滚轮 而且不再需要两人打桌 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 我们以前的比较重 现在这个比较重 现在这个黄色的就好了 不然怎么办 这是公所美的 那之前是不是志工都有年会 跟那很重 对啊对对 也怕它夹着手啊 夹着手是不 很重 我自己都没有发力了 对啊 正常的比较重 正常比较重 那现在有话这个你跟着什么 这个比较好 怎样 这不用跟那边跟那边跟 对 要用这么多 对啊 那之前拍出来两人 对啊 那现在这个呢 这这个比较好 共餐据点从成员到志工 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辈 而原本的折叠桌太重 就连里长要搬运都相当吃力 为此驱公所今年度换了鲜盒桌 让共餐变得好轻松 长辈打桌子不吃餐桌 不再需要耗费力气 再折叠桌子 如此也让长辈们更有意愿到据点吃饭 也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跟银法朋友们划家长 记者烙瓶焊 时门采访报道